立委爆發了集體收賄手聞 案現在可以說風暴不斷在擴大 而集氣中呢 總統府的秘書長蘇嘉全 他面對直指民進黨立委 蘇振興涉嫌收賄遭到聲壓 昨天他也向總統蔡英文 請辭獲准了 而根據了解蘇嘉全 他是早在上週五 事件爆發時候 就擬好了這樣的請辭聲明 他說呢 是為了不要讓蔡總統困擾 同時也讓檢調放手來偵辦 即日期請辭 而昨天其實包括了蔡總統呢 他跟蘇嘉全兩個人 也單獨來見面了 傳出事前 其實幕僚並不知情 再加上由於蘇嘉全聲明 都已經擬好了 辭意甚監 因此是難以未留 但是時間如果再往回推 最後來看到了 傳出蔡英文 第二任期在人事布局上面 一度聽聞蘇嘉全 家族有諸多爭議 對他出任秘書長一事有所保留 再加上呢 蔡總統很倚重陳菊的輔佐能力 因此就曾經表達 希望陳菊願意可以留任府的秘書長 但是因為陳菊最後決定要去監察院 蔡英文她才因此作罷 520總統就職大典 蘇嘉全就任總統府秘書長 想不到75天後就黯然請辭下台 傳出總統蔡英文原本是鼠疫 由林希耀擔任府秘書長 蘇嘉全擔任黨秘書長 但蘇嘉全對黨務興趣不大 才讓兩人位置對調 甚至傳出蔡總統原本希望 陳菊留任府秘書長 但陳菊已經決定去監察院所以作罷 蘇秘書長他請辭 我也感到很驚訝 但是他一定有他自己的思考 我是覺得他在立瓦院院長之內 有很多的建術 蘇嘉全請辭後 副秘書長一直由副秘書長 劉建興站帶 至於誰來接任比較好 包括前民進黨主席卓龍泰 前民進黨秘書長洪耀福 跟現在民進黨秘書長林希耀 都是可能人選 資深媒體人周玉寇也在臉書上說 蘇請辭了也許請卓龍泰出任 會有利於穩定大局 他還說我舉一萬次手表示同意 總統府秘書長是總統的左右手 他的角色需要擔當溝通黨內外的湯口 我個人認為劉建興 卓龍泰 布立雄等都是不錯的人選 蘇嘉人爭議不斷 蘇正清這回涉灘蘇嘉全仕途路 恐怕到此為止 而他也以請辭捍衛清白 倒是國會跨黨派立委涉談 立院龍頭院長尤錫坤 經過三天後首度作出回應 執政黨二號快刀斬亂麻 總統府下午批准蘇嘉全辭成 民進黨晚上召開聯政會議 國民黨跟實力也有相對因應 就是希望把傷害降到最小 記者吳永安 永仁柏台北蔡佛道